郭靖的武学资质如何 究竟是大智若愚还是不及中人 郭靖作为射雕三部曲当中的灵魂人物 一直以来都是金武侠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大言人 但是呢 关于郭靖的武学资质问题 却历来众说纷纭 那郭靖究竟是武学天才 还是不及中人 他又是如何紧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从战武诈成长为接近武绝的水平呢 关于郭靖的资质 元族中有这样的一句评价 绝非聪明隐悟之人 讲出常人时更纯顿了三分 说到这里呢 郭靖很多人不服 这是因为很多人对金武武侠世界存在误区 因为在金武小说中 并不是自知差就不能学的高深武功 反而是一些极其聪明的人 因为心思繁杂 练内功时不容易专注 结果成就远远不及郭靖 黄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关于郭靖 原文是这样描述的 郭靖心思单纯 极少杂念 修习内功 异于精进 原是心中各种杂念 此来比去难以驱除的聪明人 而传他功夫者却为高人 因此不到两年 居然已有小有成就 这种例子呢 在金武世界其实不少 比如心志不穷的傻姑 在武学上没有小成 除了黄耀师的细心教导们 也是因为傻姑 心思单纯 极少杂念 所以他从一定程度来说 一个人的武学成就 往往跟个人资质 没有很大的关系 愚钝之人呢 也有可能拥有很高的武学成就 三连版一天通通计中 也有类似说法 当时张乌契对周执若 转述了这样一段话 我太师傅言道 武学钻研到后来 成就大校 往往和个人资质有关 而且未必聪明引悟的 便一定能够学到最高境界 据说贵派创派祖师 郭女侠的父亲郭靖大侠 资质便十分鲁顿 可是他武功 身为正受古今 太适合说 他自己或者尚未能达到 郭大侠当年的功力 郭靖的武学资质如何 究竟是大志若愚 还是不及中人 我们来看一看 郭靖学武的过程 郭靖六岁时 正式办师江南七怪 六怪虽然督促不屑 但往往十招中 学不到一招 猜测有人会说是 江南七怪教得不好 可事实上 郭靖的兄弟拓雷 反而学得很快 你招一试 学得有模有样 郭靖的一番操作 直接把七怪 教到怀疑人生 原文称 江南七怪辛苦六年 在茫茫大漠中 奔波数千里 一旦寻找到郭靖 本事喜从天降 不料只是欢喜的片刻 便见郭靖资质显然 十分鲁顿 绝难学会上乘武功 不由得心灰意来 这番难过 只有比始终寻不到 郭靖更甚 至于修炼结果 十年辛苦 郭靖就轻松被全真派 验收弟子 尹志平击盼 因此呢 郭靖对于雪昭 是他的笨 几乎是毫无争议的 这个在学 降龙十八掌时 更深 红七公当年 只指点了 慕念慈三天 就让他在比武招亲上 大半年找不到对手 然而红七公 在知道郭靖 降龙十八掌时 直接被气到 你满头大汗 念了这么久 原来这点 粗浅到底 还刚想通 可真是笨到姥姥家了 红七公是天下 五天之一 各式高的人见过很多 但是他对郭靖的 武学资质评价也不高 除此之外 黄耀师当初 之所以反对郭靖 与黄荣在一起 主要原因呢 也是因为 嫌弃郭靖太笨了 觉得娶了这样一个女婿 自己脸上挖不住 另外呢 周伯通也多次提到 郭靖很笨 很多精妙的武功 领会不倒枪 因此呢 郭靖先天比较笨 这个事实 就是没有什么好争辩的 不过好在天赋高低 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成就 古之地大事者 不唯有超市之惨 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而郭靖为是后者 既然金融对郭靖 武学天赋上的设定不高 那他为何能在 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就从一个战武渣 成为决定高手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吧 其实金融给他设计了 坚韧不拔的学武性格 既然郭靖的学习速度慢 教了十招 多往学不到一招 那郭靖就用十天 去苦练一招 比如郭靖学 想弄十八掌时 刚学习一招 就把前一招给忘了 为此呢 郭靖会把红旗公的教训 牢牢记在心里 然后对刚学的 精益求精的不断练习 原文是 郭靖学武的法门 上来便是 人家练一招 我就练十天 以情不拙 真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才让郭靖在 学武意图有所成就 如果说 军用其他书中主角 都是学武天才 那郭靖就是地才 全靠后天的努力 第二 机会对郭靖开了小灶 马玉当初去蒙古时 教了郭靖两年 全真内功 而全真派内功 就有开发人体潜力的功效 所以之前 奇怪教不会的招式 到了后面呢 一学就会 后来学习一拳套 强了十八掌 更是只用了三十天 红旗公发现 他突然开窍了 就问郭靖 是否学过全真派的内功 对此呢 郭靖过人不会 不过这点速度呢 也不算是什么 毕竟当初 驱逐凌威寿命 经用了一个晚上 就对乔峰的 降龙十八掌 全部掌握 即便是欧阳克 四川一战 从旁观看 也对降龙十八掌的 一些细节 了然于凶 郭靖虽然在时间上 慢了这些人几十倍 但也总算是学会了 另外 经用对郭靖的 武学设定是 一朝夕吃遍天 既然学不会复杂多变的武学 那就只学一套 降龙十八掌 同时为了开发出 郭靖身上的武学前置 让他完整地看完了 全套九阴真金 也是三部曲中 唯一一个 看完九阴真金 全部内容的人 经用最初设计郭靖时 猜测是当成阿甘来写的 但是那只是阿甘 他爱难成才 所以只能不断地 堆加主角光环 如果没有这些奇遇 郭靖的上限 就只张男七万水平 如果没有这些奇遇 他愿意 他愿意 让他愿意